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歡迎小隊長謝偉達 就是這兩年就一直覺得好像 心中都覺得這個位置應該就是他了 然後包含鬼哥 包含昆達哥 他們兩個一定都是 努力了很多 然後改變了很多原本 不一樣然後 來嘗試綜藝這樣子 他不像是代替 他應該就是真的就是 他本來就有那個資格啦 知聘請林復平男神 謝崑達 歡迎綜藝華文達 知永久小隊長 特請聘書 欸 這個聘書是聘書 啊你答不答應嗎 馬上 馬上答應 對 是本節目的真正的第二張 第一張當然是 我們永遠的黑隊的好兄弟 好不好 然後其實剛好就九月十 十 十六 對 對 就是 對 對 十七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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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一直的第一天 他就交報給我們 這 黑色的接力 好 交給你 好不好 好 來 恭喜你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兩年就一直覺得 好像 心中都覺得這個位置應該就是他了 然後 這兩年他也改變很多 從偶像 一直到現在變主持人 然後大家都是有夢共讀他的成績嘛 那 他現在也幾乎是沒有包袱 所以我覺得他也準備好了 播出的這個時間也很特別 所以 我想 就是這個時間了這樣 我會覺得就是 當時的第一任黑隊小隊長的時候 他很開心有一個 就是 憲哥的左右手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完整的這件事情 然後 這兩年一直都有一點就是缺一個力量 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 有昆達的加入 其實是 蠻感動的 也覺得好像有自己的好朋友一起 要往前拼的感覺 我知道那個過程其實蠻辛苦的 我當初自己變黃隊 就自己變小隊長的時候 其實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是怎麼樣努力才得到這個 職位這樣子 然後辦行鬼哥 包含 昆達哥 他們兩個一定都是 努力了很多 然後改變了很多 原本 不一樣 然後 來嘗試綜藝這樣子 他不像是代替 他應該就是 真的就是 他本來就有那個資格 對啊 他本來就有那個資格 所以 我那時候剛剛情緒就真的滿滿的 是覺得說 我其實也滿想跟 昆達 然後 各帶一個隊 然後 努力為節目這樣衝一下的感覺 其實滿好的 如果往好處想就是 我都可以跟 就是兩個這樣子 努力的藝人 就是一起合作 對啊 我是真的滿開心的 他就是那種冷見性 然後可是你要叫他 就是真的 認真的像憲哥講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梗還是幹嘛的 我覺得 他可能現在就是 不是他的那個Style 但是我覺得 我跟他兩個人 就剛好可以互補 我就是那個在前面 鬧鬧鬧鬧鬧鬧 然後鬧鬧鬧鬧鬧 他在 旁邊那種 直接刺個兩劍這樣子 我 我滿喜歡的 假如就是我們 原本私底下的一些默契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感覺挺好的